有本事让你爸妈来找我 你爸妈在我面前也是唯唯诺诺的 我当着他们面收拾你 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看着 我爸妈怕你 我可不怕 我已经报警了 给你端洗脚水已经很尊敬你了 你还让我给你洗脚搓脚灰 你真把自己当太后了 我不愿意你就推我 你怎么这么霸道 我就轻轻推你了一下 你还敢报警 你住的可是我的房子 在我的地盘上还敢放肆 你现在就撤销报警 不然我把你赶出我的房子 我不用你赶 我从今天就搬出去了 我不和你在一起住了 婆婆突然哑火了 她能拿捏儿媳的就是房子 现在儿媳要搬走 婆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最终警察叔叔上门 把婆婆教育了一顿 而小慧离开了家 两小时后 妈 我老婆去哪了 我打电话也没接 你老婆出息得很 找警察同志把我教育了一顿 现在已经搬出去住了 这样的老婆 你还要她干什么 赶紧和她离婚吧 我给你介绍更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警察都上门了 我最近不是脚气严重吗 脚痒的不行 就让她端盆水 给我洗脚搓脚 谁知道她直接说不搓 这可把我气坏了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轻轻推了她一下 她就报警了 你说她这做的是什么事 妈 你这个脚气是传染的 你不知道吗 你让她搓什么 她是我老婆 又不是你的丫鬟 你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 她不同意也正常 再说了 就算她和你顶嘴 你也不能上手推她 这是你要给她道歉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啊 我推她又怎么了 我就是把她当成丫鬟一样的 她住着我的房子 我使唤她干点活 不应该吗 难道白白养着她吗 啥时候白白养着小慧了 家里的家务都是小慧做的 而且小慧自己也在挣钱 她每天上班挺累的 下班又做家务 我都心疼得不行 也就是小慧是农村来的 从小能吃苦 换我都干不了那么多活 你对小慧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每天都刁难她 这件事你必须给她道歉 你在想什么呢 我绝对不给她道歉 她干得再多 我都看不上她 谁让她是农村来的 你一个月工资一万多 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 非要和农村丫头结婚 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好姑娘 你以为你介绍的那些城里女孩 我没有接触吗 她们从小就被娇生惯养 家务从来都没有碰过 连饭都不会做 不对 我还高估她们了 她们是连碗都不会洗 你说这样的人我娶回来干什么 她们消费还高 挣着五六千的工资 每个月消费都在上万 钱不够了就问家里要 等到结婚以后就是问我要 和这样的人怎么过日子 我想到都要窒息了 这样一说确实小慧好一点 至少不乱花钱 还知道做家务 那你把小慧找回来吧 但是我不会给她道歉的 最多以后我对她好点 你不道歉 恐怕小慧不会回来的 算了 我先给她打电话吧 老婆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担心的不行 你在哪 我去接你 我不回去 我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了 你妈又霸道又不讲理 你妈始终觉得我高攀你了 我和你离婚行了吧 你去找更好的吧 你就是最好的 我不和你离婚 你是和我过日子 又不是和我妈过日子 怎么不是和你妈过日子 我们天天住在一块 我天天都要面对你妈 她把我使唤过来 使唤过去 完全就是使唤丫鬟的态度 我在家里已经很自觉了 我下班回来一刻都不敢闲着 家里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我付出了这么多 她还是掏我毛病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我觉得不是我做的不好 是她本身就嫌弃我 我不管做的再好也没有用 我们住的房子是她的 她天天拿房子拿捏我 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过下去了 我太累了 以后不会了 我今天和我妈聊了 已经说通了 她以前一直想让我找城里姑娘 因为你是乡下来的 所以看不上你 但这次聊过以后 她觉得还是你好 她说以后会好好对你 我不相信你妈从来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她看不起我已经深入骨髓 你相信我 她知道自己错了 我让她给你道歉 妈 小慧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 你必须要给她道歉 我怎么可能给她道歉 我不要面子了吗 我要是向她低头 她不期待我脖子上了 她今天要是不回来 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 住住我的房子还毛病是多 她离家出走就能把你拿捏住了吗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妈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小慧都要和我离婚了 小慧是个老实姑娘 她说离婚就真的是要离婚 她不会耍什么心眼 我要是听你的 再和她赌气 那我们的婚姻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走到尽头就走到尽头了 城里的好姑娘多得很 她以为离了她你就找不到媳妇了 她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你不要惯着她 今天她用离婚拿捏你 让我给她道歉 明天是不是还拿离婚 让我给她倒洗脚水呢 你只要妥协一次 就有无数次等着你 我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女孩 我不相信都是既不做家务 又乱花钱的人 小慧就知道干个家务 你就觉得谁都不如她了 你知不知道你娶了个乡下的老婆 我在街坊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 他们表面上也夸小慧能干 被地理不知道怎么编排我呢 妈 你的道理简直太歪了 这个大房子你自己住吧 我搬出去和小慧一起住 我实话告诉你吧 小慧根本就没有拿捏我 也没有让你给她道歉的意思 我要是不知道小慧的心思 我就被你误导了 小慧现在就是想离婚 是我觉得你应该给小慧道歉 应该诚恳地表明态度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们以后分开住 我确实没有能力自己买房子 但租房子的钱我还是有的 你真是翅膀硬了 你要走就赶紧走 我一秒钟都不想再看到你 你以为外面租房子那么容易 一个月好几千块钱 等你们生活不下去的时候 不要哭着来求我 你放心吧 我们就算再难也不会回来找你了 就这样 老公独自找小慧和好 小慧看到老公诚恳的态度 终于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两人幸福生活了一年 母亲却突然打来电话 儿子 今天我突然晕倒了 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年龄大了 身边必须要有人照顾 不然哪天臭在房子里都没人知道 你这一年都没有回来看我 你的心可真狠呀 你不知道我这一年有多想你 你带着小慧回来住吧 妈 现在不是你说回去就能回去的 我和小慧在外面住得好好的 两个人生活得也很幸福 只是我不能在小慧面前提起你 只要一提起你 小慧脸色立马就变了 可见她对你的怨气有多深 我给小慧道歉 可以吗 以前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她是我的好儿媳 只是她也太记仇了 我是她的婆婆 说她几句 她也没必要记一年吧 不过只要你和小慧回来住 以后我都顺着她 妈 这个我做不了主 你和小慧说吧 如果小慧愿意原谅你 那我就和小慧一起回去 我把电话给小慧 小慧 以前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不好 有时候对你说话有些重了 我在电话里郑重的给你道歉 你把心胸放宽广一点 别往心里去 以后我们还是好婆媳 你和小强一起回来住吧 不用了 我和我老公在这里住的挺好的 住你的房子 我真的不习惯 你在拿什么架子 我都给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现在要是没人照顾我 我随时可能会没命 呵呵呵 这就是道歉的态度吗 你怎么样和我没有关系 我不会再回去住了 你当初怎么刁难我的 你都忘了吗 我一直在说